高地国的历史起点级灭亡 一句中国古代典籍和考古学凭证 结合朝鲜古代史记载在西周创业时期 周武王丰山公子 妻子今月朝鲜山是H.A.因水多而得名 在今天的燕山地区 是由周武王丰山的皇族公子 朝鲜是西周皇朝管辖的诸侯丰帝名称 正如当时将太宫封与山东的地名称为 其朝鲜是周武王朝管辖的北方诸侯姬子的封帝 1973年在燕山北部辽宁西部的喀佐县 发现了西周早期铜顶 其腹底必克有其侯字样 作为重要的封和语气 说明姬子后代在辽阁西部有封 这一群体的朝鲜族群 是华夏族群在北方发展的一个分支 当时是姬子宗毕竟遥和游与朝鲜半岛的族群 赞成朝鲜 包括缺语遥和游与一族族族 姬子带来了华夏农中经济的合作文明 开发的朝鲜半岛 依然有姬子命 尤其是号与一统的朝鲜半岛 因为朝鲜民族的政治和经济 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还名了高丽国和当时的民族主战 之后东北地区的族群 由是游谱和圣族 太圣而称的族群 简单地说 高丽国民产生于公元14年 公元668年 高丽地国骁王 在历史长河中 只存在654年 在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灭了高丽以后 中国历史和东亚比赖世上 没有高丽的国 只有中国 基地带朝鲜 族群融合后继 族群 范城朝鲜族 分明在高丽地 族群的高丽地 往后 本属与一种族分支的高丽地 开始 升到范城朝鲜的民间族群中 在周五王荒山民族的结合 继续民朝鲜之群 族群融合遼河流域的朝鲜半岛 没有文字经济人群 既自封朝鲜后 带来了华夏鲜族群 群众经济的同域群 环境缺远着华夏鲜族的展示 高破高界越来越大 却朝鲜族群中的四人 保留了共鲜族群的生活 华夏鲜族群元族群 長期坤 滑向葡萄群的 迹本浪秀 驾到巴哈月转 两个月 在夕着那二 曾经社的华夏鲜族群 规定 狂云 由于 再近社二 原本 随着 在公元21年,高巨利杀死了孚乙王,但最终败北,由于不能向西扩张,高巨利在公元26年征服了盖马国,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其后又降下屠国。 高巨利的扩张行为,引起了东汉政权的高级完处的干涉,太阻伤了孚乡王朝顺利,在其后又多次牵扰王汉政权的遥宗地区和东汉政权,推及东汉政权对遥宗地区的角度。 在后,华夏民族历代王朝政权,抵扫高巨利侵扰,生产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破坏。 中原王朝被破坏后,三次向高巨利发行大鬼头的讨伐,高巨利侵扰王,公元26年,历史上,华夏成人第一个北部的室,如是六国。 三次向高巨利侵扰王籍,高巨利侵扰王,公元26年,四百一十二年,广开吐王去世,长寿王即位,迁都平壤城,向南钦犯仙罗,百祭,向北眩罗,百祭,向北宇州,万经,向北宇州,万城,万经,至此感老公元28年, 中原王朝交涉,公元前589年,随聂臣统一中原,聂臣的第二年,高聚立阴阳王高原即位,随文帝侧封卫开府一同三司辽东进攻,高领王,598年,聚立王律骑兵攻打辽西,结果高聚立与随朝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唐代建立后,高聚立的荣流王高建武掌权,缓合了与中原的关系,连续派前使臣入唐,与唐朝进行了友好往来,唐高祖侧封荣流王位上驻国,辽东王,高聚立王,并放归随朝时的高聚立人,贞贯后期,大唐空前强盛,东突决灭亡,在贞贯十七年,即公元六百三年, 四十三年,新罗派遣使臣入朝,说服百计人占领新罗四十多座城池,并与高聚立断绝新罗与唐朝的通道,唐太宗派遣高聚立军队阻挠停战,被高聚立的权臣莫离之前盖苏文拒绝,唐太宗决定派人前往高聚立,唐代与高聚立发生了八次大规模战争, 公元前六百六十六年,高聚立发生内乱,以一纪为辽东道横军,大总管,统帅前军的唐高宗,三道扬镳,六六八年春夏,唐王朝向平壤城下进发, 九月十二日,高聚立松信城打开城门,唐军入城,高聚立国灭亡,唐代平定高聚立后,分为九都都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在平壤设安东东户府,任命又为为大将军薛人贵,为简效安东东户,领兵四十二州一百县, 简单地说,高聚立国民产生于公元十四年,公元六百六十八年高聚立国消亡,在历史长河中,只存在六百五十四年, 在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灭了高临以后,中国历史和东亚古代史上没有高聚立国, 只有中国,鸡字封朝鲜地域族群,融合后继于族群,泛称朝鲜族,翻译的高聚立族群自高聚立灭亡后,本属富于不足分支的高聚立, 开始荣甚到泛称朝鲜的民间族群中,在周武王封商贵族的鸡子经营朝鲜之前,富于民族和辽和流域的朝鲜半岛, 没有文字经济文明,鸡字封朝鲜后带来了华夏族群农耕经济的文字文明, 长期渲染着华夏民族的分支,包括高聚立在内的一些朝鲜族群中的富于人, 保留了富于民族的生活民俗通古思雨,长期脱离华夏族群融合地域的辽东地区, 到了鸭路江以北的朝鲜半岛,但接受了华夏农耕经济的发展,成为了一种习惯。